我认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 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大门是永远不会关上的 那么这个脚步也是永远不会停下来的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统筹安全与发展 统筹合作与斗争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看到比方说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这样的一些共建上 还有包括这个比如说绿色环保啊 这个质疑呢应该说十年来一直都存在 实际上面临这些质疑啊 我们的最好的这个回应方式 其实就是一个更广泛的合作 而且呢是一个更深入的合作 那目前呢我们能够看到在央行的指导下 19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个这个绿色投资的原则 那么接下来呢应该说还会进一步的合作 包括跟美国财政部在G20这个可持续金融上面 然后进一步的这个工作会推进 然后和欧盟委员会的相关部门呢 未来也会推动就是可持续金融的这个分类目录啊 的这公开 所以呢我觉得在整体的这个合作上呢 实际上我们是进一步发展 才能进一步保障安全 那进一步合作才能更好的回应 那些对我们似乎看起来不利的一些批评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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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